Namo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离尽他世尊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有人问起这个问题 数字的迷信 关于数字的迷信 佛教怎么看待 比如说有些人 华人不喜欢这个四这个数字 所以才会有些很多龙 接了一层两层三层上电梯的时候 三层过后就来个三A 然后就五层了 因为没有第四层的 如果是洋人有些时候就有机会 机会13 13那个数字 到底这个是有根据的吗 是不是这个数字就会带来不幸 还是心理作用 华人我们来看看这个课题 华人为什么不喜欢是 因为是人家就联想到死 所以就觉得这个字不太激励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英文来说 洋人根本不会去管是不对 对吧 是他是怎么会想到死 他for for他不会想到 跟那个death 他不会联想在一起 对吧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都是蛮好的 像我们佛教的四圣地 四年处四神处都是四 哪有不好呢 但是这种迷信被放大 会促成 比如说那些发展商 因为他为了那个楼层卖得更好 如果他放四 人家就不买了 他放三A 那人家就买 那么如果我们是发展商 你也不管是迷信不迷信 对吧 你只是想楼房卖得好一点 对吧 即使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迷信 但是少了百分之十的人来买 你那个价钱就下去了嘛 对不对 少人询问了吧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因此呢 所以这种迷信 就随着商业活动的需要 而被放大了 好 然后久而久之 人们也有一种这样的一种 像自我暗示吧 哎是 感觉是不激励 心里就不好 如果我们心里觉得不好呢 那问题不出在树木质的 是出在我们 因为那个树木质的迷信 而生起的心里的不好 心里如果我们感觉不良好 那那种不良好的感觉 可能也会 的确有些时候会 一些不好的事 会遭着一些不好的事 因为你出去做事的时候 心不安心 不笃定 然后呢 有一点心里虚虚的 那个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命的遭遇 很多时候都是受我们的心理素质影响的 或者说 心是一切的先导 如果我们的先导的那个心 它是笃定的 是踏实的 是有信心的 那它走出去 它的遭遇都会不一样 如果那个心内心是虚虚的 不踏实的 然后呢 那通常呢 我们也会造成一个 我们的遭遇是会有欠缺的 是有那种不圆满的 好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原理呢 那我们更加要着重的是那个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 如果我们天天守护着我们的心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要出门 我们先耸个佛经啊 做个慈悲诵啊 或者做个佛随念啊 然后呢 让每一天自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心先亮起来 如果我们让心亮起来 我们的遭遇 是会比较好的 我们出来 整体来说 虽然也会有恶业 也挡不住恶业成熟 但整体来说 明亮的心 比起不明亮的心 是更容易吸引一些 好事发生在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在根本的因素上下功夫 当然如果你总是 还是摆脱不了那个树木枝 对你的心的影响 那也不要勉强 对吧 你就可以以后不要买就不买吧 四层楼就不买就不买 也可以 因为如果你总是感觉不良好 可能那个也是一种 深深事事长期积累的偏见 如果真的有这样 那也不要硬硬的 需要顽强的去对抗它 不喜欢就不要 那总之 你让你自己接触到的一切 容易让心生起光明 这是一种 那另一种呢 就是我们某些时候 不能够只是掌控要外面的东西 让自己的心光明 我们也要学会 外面的东西 即使是看了不顺眼 或者是不顺心 我们的心有能力扭转 通过我们的如理作意 通过我们的正确 有法 有智慧的思维 通过我们的情商 我们的慈悲洗手 我们可以训练自己 面对任何一种处境 任何一个树木制 但是依然心充满着光明 那才是真正的本领 也是真正的修行